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奇门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昨天下跌了44.32点 刷盘指数10875点 跌幅0.41% 成交金额1043亿元 而OTC市场下跌了0.59点 刷盘指数是141.91点 跌幅0.41% 成交金额307.45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资深分析师 吕汉威 汉威昨天当然是遭遇到了 国际市场都是乱流 那么可是今天凌晨美股又回稳了 而且中美之间会不会有戏剧性的变化 因为川普说 可能会比你们想象中的更快达成协议 前一天才放话凶狠的话 那今天又说很快会达成协议 如何来看对台北股市的影响 对 我想中美贸易正向的利多 还是对台北股市的影响比较大 因为像昨天其实国际上面真的就像风景讲的很多纷纷扰扰 川普又深陷以前这个可能有一些选举上面的疑云的事件 也是使得昨天美股本来有一度往下做修正 那国际的油价本来也是突然出现很大的波动 那也使得这个美国相关的能源股都出现往下的修正 但没想到就在川普他又说出说中美的进度 尤其是贸易战的进度可能会超乎大家的想象的快 哇这个美国股市啊 减如就汉地拔冲一样 直接就往上走 连着台股的盘后盘也是从由黑翻红 那这个其实波动的幅度以盘后来讲算是相当的大 所以可见市场上面还是吃这一套 也就是如果中美贸易战能够尽快达成一个协议 我想要马上落幕可能都还要一点时间 但至少可以达成一个比较正向的协议的话 其实市场上面资金它相对会比较稳定 甚至比较放心 那当然现阶段来讲就是 有一部分的资金它是属于比较投机 也就是说一旦有这个消息出现 它就会赶快进场去做股票的追逐 但是如果一旦又有负面消息出现的时候 这个资金也会抽得很快 不过就台股本身来看 因为从我想9月份也快过去了 所以10月份看起来应该是说行情欲小不易 当然一个原因就是因为9月份进来的资金相当的多 这个连这个所谓的央行的总裁在开会的时候都有提到说 9月份真的是有蛮大笔的这个境外资金进来 所以你也看到在台币汇率这边来讲 9月份也相对比较强 那汉卫讲10月份的行情欲小不易 我不敢说一定是往上涨 因为如果要能够涨破一万一 我想台股市值前十大的 像台积电鸿海 甚至包括像是联发科 台硕四宝 或者是包括像是一些电子股 中华电信等等 还有包括像金融股的国泰金 富邦金 这些其实大家都要去很仔细观察 因为其实蛮多股票 它的基期还是蛮低 虽然说上礼拜我记得跟大家连线的时候 是这个伊朗 用无人机去轰炸这个沙鲁地阿拉伯斯的这个油价 好像很大幅度的波动 哇 结果那个四宝都涨得非常凶 可是大家如果仔细去看台塑四宝 像台塑化或者台塑 其他的股价如果你用月来看 其他基期都没有很高 那国泰金跟富邦金也是 就是以金融类股来讲 金控股可能比较好一点点 但受险类股因为可能由于去年的 这个行情波 年底的行情波动比较大 那就是股市相对比较弱势一点 因为它的投资部位 可能没办法那么明显的彰显 有一个正向的获益 到今年因为降息 所以担心会有一点利差 所以其实市场上面一纸资金 都还没有很完整的回到这两个族群 就是非电子族群 那如果中美贸易在这边先暂时落幕的话 当然第一个我觉得受惠的还是电子股 不过因为电子股其实已经 我觉得讲来讲去就是那几档 台积电 联发科 5G概念股 所以我觉得后续要接棒的 应该就是平概股 看会不会做一些带动 那像包括像鸿海 或者是大力光 我想就不多讲 那像是一些耳机相关的 像美绿 或者是跟这些所谓的塑胶壳相关的 像东普等这些比较属于泛瓶盖骨的电子族群 能不能做一些推升 如果我在想说 因为行情欲小不易 其实有另外一个讲法 就是如果中美贸易战 还是像狼来了这样 喊一喊 结果又没有了 那我也要提醒大家 市场上就是有这种投资的资金 它会抽得很快 甚至反手去做调节的动作 那当然台股不一定 因为台股我还是强调 9月份会进来 我们简单讲 外资钱进来 其实大家用个最比较简单的想法 就是他先放在他的股票交客户里面 那要不要买股票 就是从每天的沙大法的买卖超 看他有没有进去买股票 所以如果你的股票交客户的 户头的钱够了 那当然我可以合理推估 他未来可能买股票的金额 可以比较多 可是如果他的户头的钱 是越来越少的 那表示怎么 他可能要开始缩手了 他不想要买这么多股票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去观察一些 境外资金会来台湾 那甚至对台币的波动的影响 是不是确实有资金进来 如果假设市场上现在是比较闷 或者是比较 还是比较保守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 你从最近投信的布局 就可以看得出来 投信昨天买超前 前20名都很好玩 几乎都是大部分机器低的股票 比较勤创 中钢 开发金 台积电算不算机器低 新光金之前也涨了一波 那像永峰金 何库金 台新金 汉允波 华南金 旺红 中信金 这个前20名大概有 至少一半以上是相对的金融类股 所以可见他们也是有在做 所谓防卫型的操作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资金上面 当然不会快速的退潮 那中美贸易在我现阶段 也还在等待说 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明朗化出现 所以我干脆 我先买一些 非电子的 就是传统金融的概念股 这个也呼吁刚 他会跟大家讲 真的 我觉得 如果今天时间可以 你可以把我刚刚讲的 40前10大的股票 全部抓出来 真的跟大盘 涨幅超过大盘 大概就几档了 像台积电 联发科 大力光 就大概就这几档 那其他像是鸿海 或者是台塑 或者是国泰金 当然不能说 他的涨幅是相对大盘少 但是他其实真的是 就没有 今年以来的涨幅 就没有大盘来得这么多 可见你还要 看到蛮多的全职股 几乎还有三分之一 甚至一半 我以前十名来看 他的涨幅是还落后大盘 可是台股却可以像 刚刚凤星有跟大家报告过了 一万零 一千多百多 一千出头亿的样子 居然能够把指数 还是维持在 将近一万亿这边 所以都是特定基党 比较重的权重股 在这边表态 当然最明显的就是台基典 所以我想就是 以这十党来做观察的话 如果台股要攻 要占得上一万一 这些落后大盘的 他一定要出现补涨 那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如果资金再度回笼 我想十月份 光辉十月 不只庆祝国家生日快乐 也可以看看我们的资金行情 能不能带动台股 冲破这个一万一千点的天线 所以汉威你自己判断 因为九月 这个外资确实进来的资金 是实质进来 他并不是说 只是说我在这边 多余的钱来买超 他是实质从股汇市 从汇市的部分 你看出他资金进来了 所以你基本上是认为 现在短线在一万一千点 一万零九百点这边的整理 只是一个短线的整理 他终究会破一万一千点的 几率高不高 我觉得高 如果不高的话 我觉得外资也是在压保 中美贸易战会在十月落幕 对 因为我还是强调 因为真的有那个投资人 问我说 你们每天在讲那个钱进来 可是我看的是外资买卖超 才是实质买股票 我为什么要去管外资钱 有没有进来台湾还是离开 我就把我刚刚的想法 跟他讲 你股票交割户头里面 如果没有钱 你跟我说以后 他会买很多股票 说实话我也不太相信 他最多换股 把手上股票卖掉 他一定是要先把钱 进到股票交割户 因为外资的部位这么大 我不可能说我今天买 不像我们可能今天买的股票 还有两天时间 他的资金的那个调度 就大象嘛 速度不容易的 对 我们就是要以他的想法 你才能看的 他觉得他未来的动向 所以我会觉得 他现在9月份做这么大的动作 除非他不看好 他干嘛这样 那如果单纯要炒会 放心 央行一定会找到来喝咖啡 因为如果只是炒会 对我们的资金的成本 还有企业营业的成本 他一定会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 我觉得几率高 不然我不会请大家去观察说 为什么市值前十大的 这些权重股 几乎有将近一半以上 涨幅都还落后台股 但是台股还是能够维持在这边 表示其实一直都有人在撑 那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小心 就是我从投信的身上 我有看到就说 他也不敢掉 因为他也怕川普随时就一个变卦 或者是中美就一个变卦 那其实资金也会测得很快 所以相对来讲 现在都是找一些属于基金比较低 那当然你说 韩文那我是不是5G这些干联股 就要通通卖掉了 其实最近PCB族群 其实好像反而这边就有点土洋对坐 就是本土投信好像有一些调节 外资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一个观点 因为其实大家也在讲记底作帐 那记底作帐 你看像我看投信的就最明显 投信的资金会不会源源不绝 很难 你除非大家通通去买基金 所以他可能就是一套资金 然后加可能微幅比例的固定的增加 因为还是会有人定期订额什么去买 那资金就不像外资来讲 我可以一笔汇进来这么多 一次汇出去这么多 所以他就必须用换股的 那换股有维持绩效 就会看出现在 昨天是最明显 我就全20名都是比较中大型的 而且几乎都是金融类股 可是卖的都是一些PCB族群 表示什么 他有些个股在结账 那当然在操作面 我们就不要去接他结账的概念股 那但是我想不一定今天要进场去买 因为毕竟美股是开低走高 你去追不一定说可以解决到低档 但是大家可以观察看 他会讲对不对 一些落后补涨的族群 塑化也好 金融也好 或者传统财业也好 他是不是有开始接棒 让台股要挑战一万一的机会 越来越明显 我想这个比较重要一点 那如果有机会破一万一的话 听起来你是比较偏向于 还没有动到的这一些全职股吗 对 全职股先观察 如果他们不动的话 就算冲过去了 不会稳 会像前面这样 可能上个一两个礼拜 又下来 因为你都只靠台积电 联发科 大力光这些 已经表态很久的股票 毕竟他不可能撑永远 好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资深分析师 吕汉威 感谢观看